如果你认为爬格子的主要练习目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手速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爬格子第一个练习目的是帮助我们初学者快速确定一个能让自己弹吉他舒适的手型 每个人的身体条件都不一样 五根手指的相对比例都不一样长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弹吉他的时候没有绝对标准的手型 所以我们要通过爬格子找到适合自己的手型 我们把四根手指放在同一根琴弦上 这样的指尖就形成了一条直线 如果你小指的比例偏短 我们手肘就往小肚子的方向去靠一靠 如果十指的比例偏短 手肘就往外靠一靠 如果中指的比例太长 那么我们的手腕就往前挺一挺 我们手肘或者是手腕移动的角度 我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你 还是说每个人的生理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自己左右前后的去调整 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姿势就OK了 爬格子的第二个练习目的就是 我们要学会控制手指的按弦力度 用可以让琴弦刚好发出声音的最小力量去按弦 举个例子我们用食指按住一弦的食品 用力的给它按住 首先要确保琴弦可以发出声音 然后我们把力量松一松 再松一松 这个时候声音出不来了 再增加一点力量 记住这个可以让琴弦刚好发出声音的最小力量 然后再换一根手指 依次如法炮制 学会控制手指的按弦力量 是提升手速的必要条件 并且控制好力量之后 我们指尖就不会再有深深的勾壑产生了 很多人练琴的时候 手上磨的特别恐怖 原因就是你用力用的太猛了 总之我们在练习吉他的时候 绝对不能毫无目的性的去练习 先把目的搞明确了 再去练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我会把私学吉他路上 每一步的目的提前告诉你们 然后再教你们的去练习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让我用科学的方法带你们学吉他 咱们明天见